第130集 方彤从家里出来,根本没有去找沈青兰,她也没有地方可去,于是在大街上晃荡,走着走着,她就走到了市中心,虽然还是过年期间,但是市中心的购物大厦里人已经有不少。 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,基本都是成双成对,或者是全家出来玩,心里很是有些不是滋味。 忽然,她的视线一顿,看着前方一男一女的背影,僵在了原地。 那男的背影,她很熟悉,不是她找了很多天都没有回应的丁明辉是谁。 那女的不认识,挽着男人的胳膊,两人姿态很亲密。 方彤只觉得浑身发冷,颤抖着手,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给丁明辉打了电话。 听着那漫长的铃声,方彤身上的血液温度越来越低。 就在方彤激进绝望的时候,电话那端的人终于接电话了。 彤彤 丁明辉,你在哪里? 方彤的嗓音有些微微地颤抖,丁明辉一顿 在家里啊,对不起啊,这几天很忙,都没时间看手机,没有看到你的电话和信息。 你在老家? 丁明辉似乎有些不明所以。 是啊,学校还没开学,公司要初十才上班,我买了明天初八的票,初九晚上估计就到京城了。 你是说,你现在还在老家? 方彤有些不放心,又问了一句。 对啊,彤彤,你怎么了?难道我会骗你啊? 方彤缓了缓神,开口。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人的背影和你很像,所以我还以为你已经来了京城了,再打个电话给你确认一下。 丁明辉似乎是笑了。 人有相似,更何况是背影,你要是不放心,我给你看看车票,或者给你拍一张家里的照片。 她开玩笑时的口吻,让方彤彻底放下了心,笑了笑。 应该是我看错了,后天晚上几点的车,我去接你。 不用,我到站都半夜了,大晚上的你一个女孩子家,出门不安全,你就安心地在家里等我就好。 我从老家带了一些特产回来,你年前不是说希望我跟你父母见一面吗? 正好,把这些特产带给他们尝尝。 丁明辉顿了顿,又开口说道。 我过年的时候,已经把我们的事情跟父母说了,她给他们看了你的照片,他们对你很是喜欢,要不是我拦着,他们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了。 方彤放了心,又联系上了丁明辉,心情也变好了。 听着丁明辉说,把自己介绍给他父母,心里甜滋滋的。 应该我给叔叔阿姨打电话才对,或者你什么时候邀请叔叔阿姨来京城,我也带他们在京城逛逛,保证让他们玩得深心舒畅。 以后有机会的,不过,彤彤啊,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条件,短时间之内,我恐怕还买不起京城的房子。 这有什么关系,我说了,只要跟你在一起,哪怕是租一辈子的房,我也是愿意的。 方彤,有你真好,你放心,我一定会努力工作,给你买一套大房子,你一定要等我。 方彤用力点点头。 明辉,我等你。 挂了电话,方彤脸上的笑意消失,她紧紧握着手机,只觉得内心似有不安。 她抬头看去,刚才那背影,早已看不见。 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? 一辆车停在了方彤身边。 车窗降下,露出沈君玉那俊美的脸。 她开车经过,就看见方彤一个人站在路边,神色茫然。 方彤被沈君玉的突然出现,吓了一跳,看清是她,有点没好气。 看风景。 在零下十几度的大街上看风景,看不出你还有这爱好。 我乐意。 再喜欢风景,也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,上车吧。 看着她被冻的。 不用,我自己可以打车。 现在是年初七,你觉得这里可以打到车? 方彤一江,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街道,其实她身上已经冷得没有知觉了,想了想,还是上了车。 车上开了暖气,与车外简直是两个世界。 方彤觉得自己仿佛一瞬间就活了过来。 一杯咖啡被递到了自己面前,还冒着热气。 刚买的,还没喝过。 沈君玉开口。 不用了,我不喝咖啡。 方彤白手拒绝。 沈君玉没有跟她商量,直接将咖啡塞到了她手里。 拿着暖手也好。 手指碰规到方彤的手指,感觉到上面比冰还要低的温度。 皱眉,将暖气的温度又调高了一些。 去哪里啊? 沈君玉问道。 方彤神色茫然。 不知道,你随便开吧。 沈君玉笑了。 她这是被当作了出租车司机了吗? 看了一眼她的脸,见她脸上心事重重,也不想跟她计较,踩下油门。 我正好要去公司取一份文件。 不介意的话,先跟我去趟公司吧。 方彤点点头,反正她也没有地方去。 一个人在街上晃荡,是跟家里吵架了? 沈君玉见她闷闷不乐的样子,主动开口。 方彤不想跟她聊这个话题。 没有,只是在家里有点无聊,出来走走。 沈君玉也不出破。 怎么不去找蓝了? 还有那个…… 她想了想名字。 与小萱一起玩? 小萱初五就去剧组报道了。 青蓝,她老公不是回来了吗? 两人难得有时间在一起,我去当电灯泡算是怎么回事。 沈君玉笑笑,没想到这姑娘还有一颗玲珑心。 你们开学后,就是毕业答备了吧? 不想让气氛僵硬,沈君玉主动找话题聊天。 方彤心情不好,又不想沉默,免得胡思乱想。 沈君玉愿意聊聊别的,正合他意。 嗯,还以外文翻译,毕业论文的撰写。 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做什么? 暂时还没有打算,可能三月份会去人才市场看看,图图简历。 还是打算走行政? 应该吧,我们这个专业工作很难找到对口的,做行政助理或是秘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 以前我说过,你要是想要来军兰集团,可以把简历发到我邮箱。 这话现在一言有效。 沈君玉说道,又拿了一张名片递给他。 这上面是我的邮箱? 方彤本想拒绝,想了想又接了过来。 军兰集团确实是他最好的选择。 工资待遇好不说,发展前景也好一些,更何况丁明辉也在军兰。 谢谢。 不用客气,你是兰兰的朋友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你一二,也不是什么大事。 沈君玉顿了顿,继续说。 而且经常听兰兰提起你,他说你是个很聪明的人,做事认真负责。 我现在给你的不过是一个机会,要是你未来在工作上出了错,我也不会对你留情。 当然,你要是做得好,我也不会亏待你。 虽然沈君玉这样说了,但是方彤心中知道,要不是沈青兰的关系,自己根本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。 毕竟,当初是自己主动从军兰辞职的。 到了目的地,沈君玉上去拿文件,方彤坐在车里等他。 沈君玉的车上有一张合照,方彤拿起来看了看,是他跟沈青兰的。 大概是在海边拍的,沈青兰一身的休闲衣裤,站在沈君玉的身边。 即便是对着镜头,依旧是一脸的清冷,反倒是沈君玉笑得温柔宠溺。 照片大概是几年前拍的,沈青兰看上去比现在要小一些,脸上还有着青色。 方彤看着照片笑了,看得出来沈君玉应该是很疼爱沈青兰的,连车里放的都是沈青兰的照片。 他没有去过沈青兰的办公室。 但是以前在君兰实习的时候,曾经听秘书室的人说过,沈君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美人照,容颜绝美,就是看着有点冷。 现在想想,应该也是沈青兰的照片。 她心中有点羡慕沈青兰,又这么疼爱她的哥哥。 沈君玉下来的时候,看见的就是方彤拿着她跟沈青兰的合影笑的样子。 方彤没有想到沈君玉这么快就下来了,将照片放了回去,沈君玉将文件放在后座,上了驾驶位。 你跟青兰的感情很好。 方彤忍不住问道。 她是我亲妹妹,你说呢? 沈君玉不答反问。 方彤也觉得自己问了一个蠢问题,抿了抿唇。 想好去哪里了吗? 见她不说话,沈君玉也不急。 我等下要去外婆家,青兰也在那里,你要不介意,可以一起。 不,不用了。 这是人家的家庭聚会,他去算怎么回事呢? 你送我回家就好。 沈君玉看了他一眼。 你确定? 方彤点点头,沈君玉问了她的家庭住址,调转车头。 这里离她家有点远,方彤出来的时候是坐公交车,坐了一段路才下来走的。 回去的路上,沈君玉没有主动开口,车厢里有些安静,方彤微微有些不自在。 那个,我到家了,我先走了,今天谢谢你。 方彤要下车,沈君玉也没拦着,只是在他马上要下车的时候说了一句。 你从小就在父母身边长大,享受着你父母对你的疼爱,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。 即便跟父母闹了什么不愉快,也别伤他们的心。 方彤脚步一顿,低头,道了一声。 谢谢。 方彤回去的时候,傅芳华正在客厅里坐着,看电视。 彤彤回来了,跟青岚玩得怎么样? 傅芳华脸上挂着笑,脸上一点也看不出,中午才跟女儿生气的模样。 方彤笑了笑。 今来晚上要去外婆家,我就先回来了。 下次你请青岚来家里玩,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。 好,最近一段时间她比较忙,等过一阵子。 大概是沈君易的话起了效果。 方彤现在看着母亲,这段日子以来,因为母亲不理解自己的烦闷心情,也消散了不少。 你呀,有时间就多跟青岚出去玩玩,之前不是听你说想去军兰集团吗? 那是他哥的公司,他要是愿意帮忙,这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 傅芳华见女儿似乎心情很不错,趁机说道。 方彤心中有些反感母亲的视力眼,但是也知道她是为了自己好,也没有反驳,而是问道。 我爸呢? 你爸在书房呢,说是要处理什么公务? 方彤不说什么,在沙发上坐下来,拿了一个苹果。 妈,我今天给丁明辉打过电话了,他说他给你们带了一点土特产,打算年后来拜访你们。 你们看哪天比较合适,最好是周末,平日里他要上班的。 傅芳华一顿,到时候看看你爸爸的时间吧。 你爸爸年后开始上班,估计会很忙,来家里就不用了,到时候我在外面订上一桌,咱们去外面吧。 你妈妈我实在不喜欢做饭。 虽然知道这是妈妈的借口,但是方彤也没说不行。 好,我到时候跟她确认一下时间。 彤彤啊,明天你李叔叔一家过来,你即便不喜欢博明,你也不能白脸色,知道吗? 害怕方彤将个人情绪摆在脸上,提前叮嘱道。 妈,我是那么不懂事的人吗? 李叔叔到底是客人,我懂的。 傅芳华文言,放心了。 下午,方承智也劝了他好久,他也想明白了。 为了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,跟自家闺女闹不合,不值得。 一切等见过了之后再说。 好久,对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